欢迎大家出席今天的记者会 今天台上两位医生分别是 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 欧嘉宁医生 和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李立业医生 首先请欧医生帮我们回报一下个案的情况 各位香港市民、各位传媒朋友大家好 可现在报告在昨天6月12日 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最新的资料 在昨天共有305宗 是直接经核酸检测阳性的样本 当中包括有44宗是医院管理局确诊 有20宗是公共卫生化验服务处确诊 余下的241宗是经私人化验所确诊 另外昨天是有432宗是经 432宗是经快速抗原检测 情报后再经核酸检测确诊的个案 在昨天香港共有737宗阳性的个案 累计到目前为止 在第五波疫情 香港是落得120万7281宗阳性的个案 在昨天情报的个案当中 有104宗是输入性个案 余下的633宗是本地感染个案 在输入性个案当中 有54宗是在机场的临时样本 采集中心的样本是阳性 当中包括有8宗是在6月11号底港 有46宗是在6月12号底港的个案 有41宗是在酒店检疫 或者是隔离期间 样本是阳性的 另外有9宗个案 是完成了酒店检疫之后 在社区发炎到阳性 包括有3宗是第7日的样本 离开了酒店已经是阳性 他们是想回回内地 在离开香港之前 那个检测是阳性 但CT值也很高的 之后有些个案都是发炎陰性 我们都相信是复阳的个案 余下有一宗是第9日 有2宗第10日 还有3宗第12日 这6个样本 有2个CT值是大过30的 似是复阳的个案 有4个CT值是小过30 我们都会做基因分析 看看究竟是一些输入症个案是复阳 还是有机会是本地感染个案 在软射方面 昨天新增了有一宗的软射爆发个案 涉及一间残疾人士软射 是赴康会的月群之家 是在香港仔鱼缸道的 这个爆发总共有5宗的个案 他们全部是在6月12日 社会福利署安排的核酸检测 验到是阳性的 当中有3个个案是同一间房 另外2个个案是在另外2间的房 这些院友他们都在社区有活动的 有些是在外面上班 我们都相信这个源头应该是在社区感染了之后 带回院舍那里引致一个小规模的爆发 全院共有41名院友 余下的36名我们都安排了他们去 去阿博接受检疫的 另外在学校方面 在今天早上我们总共是收到 有275宗的学校个案的情报 当中是有220宗 是在今早报给我们的 余下有55宗是在周末的时候 是情报回来的 这275宗个案 牵涉了有193间学校 是涉及总共有216名学生 还有有59名的职员 我们调查之后发现 在这些个案当中 有4间学校是新增出现一个集体 或者是群组的感染的 第一间学校是在北区的 曾梅千禧学校 在二医班有4个个案 我们都建议这一班在这个星期停课 第二间是在德保中英文幼稚园 在黄宝花园 在UKB上周班是有3个学生 是阳性的 我们都建议这一班在这个星期停课 第三间就是在屯门的建生浸讯会 白普里幼稚园 在K2班分别是有2名的学生 和2名的教师都是阳性的 我们都建议这一班在这个星期停课 最后一间就是 International College Hong Kong New Territories在北区 在9.3班就有3个学生是阳性的 我们都建议这一班在这个星期停课 另外在一间学校在Island School 就有今早是清报了 有6名的教师是阳性的 我们调查发现这6名教师都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曾经有一天是出席过一个会议 总共涉及15名的教师 如下的教师我们都联为密切接触者 安排了他们是家居检疫的 另外先前公布过的有群组的学校 就有些新增个案 包括保粮局林文燦英文小学 4B班多了一个个案 6A班多了一个个案 这两班先前已经是停课的了 第二间就是心仪天地幼稚园在荃湾的 今天是新增了有一班 是有两个个案 是PN Jungle 是上五班来的 我们都建议这一班在这个星期停课 另外香港陪导小学 先前2C班出现一个群组 今天是新增两个个案 在死亡个案方面 今天是没有新增新的死亡个案 累计第五波死亡数字 仍然维持在9177宗 在走宝群组方面 第一就是Rest City的爆发 今天是新增了三宗的个案 全部都是涉及顾客的 现时来说这个群组总共是有21个个案 感染率大概是26% 另外FLM今天是新增了有7宗的个案 涉及6名的顾客和1名的员工 累计这个群组到目前为止 总共是有24宗个案 涉及22名顾客和2名的职员 这个感染率大概是18%左右 到目前为止 在基因分析方面 公共卫生化验服务署 昨天结果新增了一些 怀疑是BA.2点 12.1的个案 总共是有21宗 包括一些基因化验 或者是跟一些个案 有流行病学关联的 当中有2宗是输入性个案 余下19宗都是本地感染个案 包括有4宗是跟先前的群组有关 有2宗是在太古城的庐山角 另外有2宗是将军澳和明远的和辉角 余下的12宗都是没有源头的 这12宗包括有3个都是同一家庭 包括了他们住的地方是天水围天妇院 是在cipe 38 正在全面线11的条件 有4宗F座 坐云富国 洛克导游四海大厦 有2个家庭有2个家庭 通舟街28的纵然 securely 在鳌原一座 还有这 Hunter Miguel 还有这一个库岛的密切接触者 是住在第二的 有两个个案 都是確診的 是在福榮街申明大廈 接著有個個案住在龍門居第10座 一個個案住在界限街33號恆順大廈 有個個案住在馬鞍山新港城B座 一宗個案住在葵聰、葵進院C座、葵豐國 還有最後一宗住在黃大仙、夏村、龍達樓 這些大廈在今日都會列為需要做強檢的大廈 另外我們亦都發現在這些個案當中 有三宗在同一個地盤工作 當中有兩宗 他們都懷疑是BA.2、12.1 地盤是在何文田佛江街中九龍幹線的地盤 這三名人士分別是住在 全灣全景園、全景花園、西貢坑後的孟宮屋 和唐江和麗安里的麗安大廈 另外在BA.4或BA.5方面 新增了有六宗個案 有四宗是輸入性個案 另外有兩宗是本地感染個案 第一宗本地感染個案是先前公佈了涉及檢疫酒店 麗豪航天城的一位訪務員 是他的家人 那位訪務員在6月7日確診 家人在6月8日已經送去檢疫中心 是在檢疫中心確診的 另外一位家庭成員亦都快速檢測陽性的 第二名個案涉及另一名在麗豪航天城工作的清潔工 這名人士是42歲的女士 她住在屯門梁景村二座梁潔樓 兩名家人暫時都是陰性的 她在6月10日的核酸和快測都是陽性的 CT值是21 因為她都要定期做檢查 她在6月6日和6月9日都是陰性的 她在6月10日出現輕微喉嚨痛的病徵 她打了三針 她一般的工作主要都是做房間裏面的清潔 都有着足保護衣 她在6月8日傳染期的時候曾經去過東涌牛氣 這個地點亦都會列為需要做間接檢測 另外我們今天亦都新收到一宗核酸檢測的陽性的個案 都是涉及麗豪航天城的清潔工 但這個個案暫時未有基因分析 這個個案接及一名39歲的女士 她也是打了三針 住在元朗的群潤花園16座 在6月12日的時候出現病徵 最後一天上班人6月11日 她在6月11日的時候 拿個樣本核酸是陽性 那CD值是35 那之前她是在6月6日 6月8日和6月10日 檢測也是陰性的 那她在工作的時候 曾經跟剛才公佈的清潔工 都是有接觸的 那大家都有戴口罩 那她們的工作性質都是類同的 那報導就到此裏 現在請是李醫生 幫你回報一下醫管局方面的情況 是,大家好,現時醫管局總共有371名的確診病人留意,其中44位是新增的確診個案,需要入住隔離設施的病人當中,112位是在隔離病房,9位在二線病房,48名的病人在北大嶼山香港感染控制中心,當中合共有33名是新增的確診病人, 昨天新情報沒有任何病人情況危態,也沒有任何新情報的嚴重個案,現時留院的確診病人當中,總共有15名的危態病人和7名的嚴重病人,其中3名的危態病人現在正在深切治療部,昨天也沒有任何新情報的離世個案,過去一天有32名的病人康復,當中包括27名的病人出院,第五波疫情至今,總共有5萬人, 899名的病人康復,而當中50516名的病人已經出院,另外在2020年初開始,本港總共有63,279名的病人康復,當中包括62,896名的病人已經出院, 今天沒有錄得病人是經入院篩查系呈現陽性的,也都沒有任何職員或者病人列為緊密接觸者,另外員工方面,今天有23,670名的員工確診,而當中23,601名的員工已經是返回工作崗位了, 另外今天也想去公布聯合醫院,有3名的護士和1名的支援人員是確診的,聯合醫院精神科總共有,剛才說到3名的護士和1名的支援人員是確診2019冠狀病毒病,其中1名的護士昨天已經出現病徵,快速測試和核酸檢測都呈現是陽性的,感染了2019冠狀病毒, 醫院感染控制組即時啟動接觸追蹤調查發明該名的護士,曾經和其他同事出席聚會和也有脫下口罩用線,今天再多2名護士和1名支援人員確診,另外也有23名曾經出席同一個聚會的同事列為緊密接觸者,需要接受隔離檢疫,醫院正為有間員工進行核酸測試, 3名確診的護士主要是負責外展的工作,醫院的精神科臨床服務都不受影響,亦都沒有病人是被界定為一個緊密接觸者的,聯合醫院會繼續密切監察員工的健康狀況,並且和衛生防護中心保持溝通,跟進最新的情況,我們再次提醒所有的醫護人員,疫情仍然嚴峻,應該避免出席聚餐,就算要出席聚會,飲食時應避免交談,飯後即時, 戴上口罩,保持社交距離,遵守感染控制規定,減低這個感染風險的,那今日我的報告是這麼多 現在提問時間,請大家先舉手,讓我同事交給你的麥克風發問,那在發問之前,請介紹一下自己代表傳媒機構, 女士,你好,香港01,首先想問一下,例如航天城的檢疫酒店,其實現在中心評估是不是那間酒店有出現爆發的情況,有沒有評估過那些員工,染疫的員工,是否受到一些現在檢疫的人士,所受感染呢,有沒有去過現場看過通風, 會不會像之前一些類似檢疫酒店的情況,因為通風的問題,所以導致傳播,現在累計整間酒店有多少人染疫,這樣 另外第二條問題,就是都看到BA.2.12.1,你現在都有19宗是沒有源頭的個案, 其實怎樣評估現在這個變異病毒株,即是香港流行的情況, 涉及的地盤,剛剛說有三宗都在地盤工作,會不會要求那個地盤停工, 還有可不可以說一下那三個地盤在哪裏, 另外第三條問題,都想問一下,即是現在港大的即時有限範疾率,都去到2.03, 其實怎樣看這個數字呢,第六波現在是不是真的開始有爆發的先兆, 麻煩你,謝謝 謝謝你的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關於黎豪航天城,我們手中的個案是在6月7日的時候知道的, 涉及一名是房務員,當時做的調查就是第一宗個案,我們都是問他在工作的時候, 有沒有機會接觸一些接受檢疫的旅客,他有時他都會拿一些,其實他主要的工作就是, 如果有客人是要求送下一些東西,他就會上去房間的,都有穿保護衣的, 我們相信這個個案很可能都是透過接觸一些確診的,在這間酒店檢疫的人士是感染得到的, 我們大概都找了同一個時段,大概有10名的住客,是在這間酒店不同的樓層確診的, 全部都是輸入性個案,我們現時是在做一個基因的分析, 以及在做全基因排序,看看第一個病人會不會是跟哪一個的輸入性個案一樣, 在6月8日的時候,我們亦都要求酒店為全家酒店大概80名的員工做一次核酸檢測, 在6月9日,酒店通知,全部人都做了,亦都是陰性的,包括剛才各位清潔女工, 我們今天就收到新的兩宗個案,其實其中一宗是9號陰性之後, 10號的樣本就是陽性,我們相信它都是一個可能剛才發現的一個個案, 因為他們都天天做快速抗原檢測,一直都是陰性,直到6月10號, 他們的工作就跟先前那位第一位員工不同,因為他們主要是做清潔, 他們會入房間裏面的,即是做清潔,也都沒有接觸第一位員工, 我們都了解究竟他們的感染途徑在哪裏,上個星期我們感染控制處, 聯同基電工程處和屋宇處的同事再次巡視這間酒店, 都發現可能有機會在某些房間的空氣的平衡上, 可能是有些地方需要改善的,也都建議了酒店去跟進, 我們都在今天要求酒店再為所有的員工,再做一次的核酸檢測, 今天第三名員工都是清潔工,因為我們都相信它和第二名清潔工應該有流行病學關聯的, 這大致就是現時的調查情況,BA.2.12.1的情況就是, 現時來說我們都在社區那裏發現,越來越多的沒有源頭的個案, 顯示了這隻病毒株,有機會現在在社區開始在不同地方都有隱形的傳播, 最初這個病毒株就是由第十二日在檢驗酒店出來的一名美國回來的夫婦引起, 現時我們累計都大概錄到有140宗本地感染的個案, 當中有大概40宗跟麥當勞群組有關, 另外有大概14宗跟會展的職員餐廳有關, 餘下下來的80多宗有一半至少有40宗都是找不到源頭的, 他們分佈在全港15個不同的地區,每一區其實都有的, 另外餘下的個案就是和這些沒有源頭的個案有流行病關聯, 可能是家人或者密切接觸者, 我們相信現時的情況不是集中在某一區出現這些個案, 而是省發性的,還有各區都有, 還有很多都是找不到和其他個案有流行病關聯, 相信應該在社區裡面都存在著某程度上的一些隱形個案, 也有眾多的傳播鏈, 我們都會密切注視這個情況, 這些個案我們發現之後都會安排他們入住一些隔離設施, 在一個受控的環境裡面接受隔離, 還有如果可以的話,他們的家人都會送去檢疫中心接受檢疫, 第三個問題就是那個地盤, 地盤就是何文田佛江街的一個地盤, 我們初步了解就是中九龍幹線的一個地盤, 是同一個地盤有三個個案出現, 其中有些個案是互相認識的, 還有有機會是共用一些更衣室、吃飯的地方, 我們都在做調查, 在追蹤一些密切接觸者, 大概有個案跟我們說, 可能會跟五、六個人共用一個更衣室, 詳細我們都要再做進一步調查才了解得到, 至於港大的即時繁殖率, 今天去到二, 換句話說, 其實在社區裡面都開始有一個傳播增加的情況, 這個都是預期得到的, 包括在我們自己本身的每一天新增的確診數字, 都見到是比起大概兩個禮拜前, 已經有一個很明顯的升幅, 第二就是其他監測指標, 包括污水, 以及在社區檢測中心化驗不到的陽性百分比, 都是有一個上升的, 都是預期之內, 因為現在很多社交距離措施都放寬了, 但我們現時就看不到, 在一些入院脫, 或者是入ICU, 或者是嚴重的個案, 或者是死亡的個案, 是有一個升幅, 所以我也會繼續觀察, 究竟接下來會進一步上升, 還是在這個水平那裏。 下一位, 立即出三位。 你好,有線電視的, 想跟進那三位的地盤工人, 有沒有去到地盤看過, 其實他們的通風情況是怎樣呢, 工人之間工作的時候, 他們會不會戴口罩呢? 另外也想問一下, 其實, 看到近來, 確診數字都有八百多宗, 至到七百多宗, 那是否代表, 這個已經是第六波的先兆呢? 可以再廣播一點點, 麻煩你。 關於地盤的群組, 因為個案, 我們昨晚才收到, 我們都是在做調查的, 初步的, 其中有兩名個案, 他們互相認識的, 亦都知道, 地盤都是有確診個案, 所以去做檢測, 他們是有機會, 會共用一些設施, 例如更衣室, 或者吃飯的地方, 但實際的情況, 我們都要再進一步調查, 才了解得到, 有多少人是密切接觸者, 或者其他身邊的同事, 是有沒有確診, 我們都會建議, 相關公司, 安排其他同一組, 或者在地盤的相關職員, 做一個檢測, 第二個問題, 就是現時疫情的走勢, 先前都說了, 在眾多的監測指標裏, 我們都看到, 在過去兩個星期, 很明顯是有一個升幅的, 我們都會看著, 這個升勢會不會持續, 這些數字的上升, 是反映著, 在社會上, 現時是, 第一, 傳播鏈多了, 傳播增加了, 還有, 會多了個案的出現, 至於會不會繼續上升, 這個都要有待觀察, 即是有一個持續上升的趨勢, 但我們最重要是, 都要看回, 死亡率, 或者是嚴重個案的比例有沒有上升, 暫時是見不到的, 見不到這件事, 相信可能很多香港市民, 現時我們整體群體的免疫力, 都是有一定程度, 即使感染了, 可能大部份都有些輕症, 但這個我們都要留意, 就是我們知道, 有很多市民在第五波感染了之後, 仍然是未打針的, 可能拿了一個康復碼, 這個康復碼有效半年, 但是其實隨著時間過去, 如果感染了康復之後, 可能過了幾個月之後, 過了三、四個月之後, 免疫力會下降, 有機會再次感染, 所以特別都呼籲, 如果曾經康復了未打針的市民, 盡快去接種適當的疫苗。 下一位, 你問問題嗎? 嗨, Hello, sund tare, 這兩下地坊如何是。 Перв問題, 既然可能有影響過不同 Uno education, 如果誰 fizer нов大 matching Okay? 沒有新 Northern другие筹具指定? 第二, 您需要特別建立aris哪些區在某些市民っていう 雖然是 今天専感染的破壞非常 特別不是 优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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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布剧场—— 优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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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4.5 优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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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